你在吓我啊 怎么了吗 到底在这 竟然有香港的朋友看我们的影片 带着我们的香港朋友去这个迷途 嗨大家好 我是Vicky 我是Nina 我们今天要出去玩啦 我们要出去玩 去讨论了 跨了一个区域 这边就是探店的 哪里都不知道 我们都不认识 必须得依靠导航 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 桥头 哦到了到了 就是那间 荣树下 一年前我们有拍一集那个 高雄好吃的肉糟饭 然后我们就来探了一间 在桥头的皇家肉糟饭 就有在桥头的粉丝朋友 跟我们留言说 说一般桥头的人都不是皇家 好像是光光客才会去的 他们都去 八国咖喱跟梅开 今天梅开 网友留了几个推荐的地方 其中这个荣树下的 瓦瑟崩 也是网友推荐的 所以我们今天 就先来尝这个 试试看 小的和清风 还有什么 脚菜 菊花肉什么肉啊 链夹 哦这是菊花肉 菊花肉 谢谢 小的链夹肉 我看它上面有香菜的我就开心 感觉可以再加 比如说加肉燥还是什么 还有菊花肉可以 嗯 好吃 甜味蛮重的 好甜鲜的 然后它上面吧 肥的 皱的的比例搭配的特别好 这个肉好像那个 不知道是不是八角的香味 比较浓一点 嗯 不错 嗯 有豆腐 它油豆腐不错 市面上很多油豆腐是外面那一层很硬 然后里面那个豆腐就是 又很干的 又很干的 它不会 豆腐是比较包满的 哦 菊花肉也很嫩嫩的 看一下这个菊花肉 它怎么不直接叫出脸肉 嗯 准不直接叫脸颊肉 对啊 这叫菊花肉 哦 我知道了 我们是根本知道 分明已经起了我们的后期了 大家想吃到菊花肉的那个味道 吃起来有什么口感 嗯 我要吃个菊花 它就是肉 菊花肉 OK 烫那个羹了 嗯 轻轻淡淡 但是又挺香的 肉羹 肉挺嫩的 我们点这样165块 把妹把妹 哦 把妹哦 把妹哦 哈哈哈 肯定是看过我们影片的人 拜拜 拜拜 嗨嗨 停车场 停车场还挺大的哦 有点不敢下去啊 为什么 这个 感觉它有很毒的 哦 哦 我们先去吃冰吧 好好好 太热了 太热了哦 刚好停车场旁边就是卖冰的 来个饼干冰请 酵母冰 酵母冰 酵母冰是这样的 哦 这红豆看起来好好吃哦 好好吃 很糯很满的那种感觉 我吃冰我最喜欢吃红豆的 嗯 下面的酵母冰很沙沙的 哦 上面有那种啤酒的感觉 啤酒的感觉 嗯 就说这是来行场第一点的 所以来完这一战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哈哈哈 我吃到这个 嗯 算是 最中目的达成了 还有一个罢包 哦谢谢 这红豆好好吃 酵母真的是有一个清淡的啤酒味 对 很特别 口感不错 进行味很浓 是吗 是黄黄的是什么 我感觉是刚咬下去可能葡萄干还是什么 印在上面的那个印记 哦 再吃一口 哇好大一口哦 人家说要喝酒 第一杯冰 第一杯冰 要有钱 我听得懂 第一是卖冰的 第二是当医生的 第三是什么我就不知道 而且以前的长辈都这么说 不会不好咬啊 不会不会不会不硬不硬 哦 它的饼干是那种软软的 不是特别脆 不是很脆的 因为它还冻过 对对对对对 但是这样口感特别好 这样比较好 喜欢杏仁的 所以我一定很爱 是杏仁味超级的 对对对 一定要买这个 这边还有咖啡厅 有免费的停车场 不过车位不多啊 大概20辆左右 我们停的那个地方是30块钱一次的对吧 对 比较近 因为你停到那你下车就可以上厕所吃冰 哦对 对吧 虽然你花30 如果你停到这边你就走比较远 捷运出来刚好就在糖厂里面了 这样走进去就是糖厂了 好 刚刚我们买三分春色的时候 已经听人家店员说了 台糖很热 小黑板很多 所以一定要喷防蚊液 不过我们刚下车之前已经喷了 可是Ricky手上没有喷 所以还是被咬了 招台的话只有肉 辣味是麻辣锅小辣的程度 黑糖葱肉是黑糖的外皮里面是青葱加肉 竹笋的话有香菇乳香菇还有竹笋片在里面吃起来脆脆的 那这个糖糖有地瓜起司内馅 口袋包是挂包的外皮直接吃鲜奶馒头 平安包是红豆馅的 这个蔬菜包个例菜为主有红萝卜丝跟黑木耳青豆青菜 那小餐包今天提供两种 有全麦鲜奶口味跟蔓越莓口味 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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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厂厂吃包子 吃包啊 轻 嗯 哦 你看 嗯 那里面那是什么酒干嘛 很足啊 那肉 你看你的这个是起司加地瓜 好吃哦 嗯 很香 吃一看 你吃一看 这肯定比一般早餐店的好吃不 那是 但它也比较贵 一颗四十二块和十块人民币一颗 嗯 哎 不错耶 嗯 好吃的吧 它就好吃耶 笋干 香菇肉吧 香啊 很香 你吃那个吧 我吃了 哈哈 你这个就 我最主要是买它那个猫咪的形状 中规中矩 也不错 喜欢吃甜的还有吃素的都可以 吃甜的 吃素的 皮有地瓜的口味来说它地瓜算蛮绵密的 嗯 裹着一层起司 起司又不是太浓的那种 嗯 这个里面的笋干咬起来脆脆的 很好吃 推荐 是吃了还会想再买的那种 应该是说本来不乱但咬了一口觉得可以把它吃完的那种感觉 因为很好吃 你得吓我啊 哈哈 探索 哈哈 都没有人 嗯 怎么了吗 到底在这 没事啊 他只是告诉他们 诶 这里有人在参观 哦 不要关门 领导别人管理自己 就感觉没有人 在工厂有点 有点 有点阴森 有点恐怖 有点害怕害怕的感觉 稍微有一点 好在现在还是白天 但是晚上你会觉得 晚上应该就很 好像到晚上这个机器就会自己运转 会有人自己在这制堂 比如说这位大哥 哈哈 他可能在这制堂蛮久了 大哥 我们在这制堂蛮久了 我们在这制堂蛮久了 这制堂蛮久了 这制堂蛮久了 他可能很辛苦 哈哈哈 没来耶 很热 很热哦 很热哦 啊薪水怎么样 没告诉观众 所以 一半以前 我差不多 10坡 这个肚子 是什么容易的 哦 你说把它弄干净 哦哦哦 好 以下这一趴 全部都是Ricky自己脑补的啊 真的就是工厂 一百年前 就用这些大型的机具在 对 真的是 在那个制堂是吧 小心毒蛇出没 这边有毒蛇啊 眼镜蛇 大玩具 觉得这个很厉害 他们就用这种废弃的零件 然后做出这么像的模型啊 是从哪打的吗 对准眼睛 你得低一点 眼睛啊 可不嘛 我不要 哎 对对 他有后座力啊 他有后座力啊 对 看这 最快一点呢 最快一点 你要像淘宝的那个卖衣服的那种 眼镜啊 衣服啊什么 你可以往前点啊 走过来再走过去啊 哎 对 你爱心啊 然后搭配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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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酷一点 更长一点 我想不到有 竟然有香港的朋友 朋友 看我们的影片 还这么巧遇到了 真的是香港的朋友 香港的粉丝 在拍片吗 对对对 竟然在糖厂遇到了 还叫得出我们 还叫得出来 Ricky Nina 太厉害了 不太甜 不太甜 对对对 你吃得出那个啤酒的味道吗 酵母 酵母的味道 对 真的是太有缘分了 带着我们的香港朋友 去一个迷途 看一个什么海岸光郎 都没去过 在场了三个人都没去过 迷途离宝 欢迎您 哇哦 海岸光郎 这一条 哇哦 浪很大呢 哇塞 今天这天真的是绝了 太漂亮了 去看夕阳的话 在这种位置还不错 我帮他们拍下来了 确定这是人吧 会不会是雕像啊 人啊 人啊 有人在动呢 只有两个人在动 其他的 哦哦哦哦 哦真的是人 只要有港 就会有庙 对 在台湾如果靠海边的地方 几乎都看得到庙 就是拜妈祖吗 对 因为靠海为生嘛 渔民就是信奉妈祖 就是祈求平安 出海 就是出海 出入平安 然后保佑丰收平安 所以 所以就是 都有庙 不错 欢迎你来 下次再来哦 拜拜 把我们的小观众送走了 沉睡的眼睛 看着你 就可以让我 茫茫人海里感到晚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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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